好,那么我们这节课来重点说一下self 那么对于Python里面方法的第一个参数self 我们先对它的特性做一个总结 其实我们这个特性大家其实都是一笔看到的 如果我们要在lay下面定义一个方法的话 那么如果这个方法是一个实力方法的话 我们介绍一个新的概念,实力方法 那么我们必须在这个方法的参数列表的第一个固定 放上一个self 也就是说对于lay上面的实力方法 它默认会有一个Python所规定的一个参数 它和我们自定义的参数是不同的 如果我们对于一个方法来说 比如说我们读HomeWork 我们是根本不需要传入任何的这样一个参数的 但是它依然需要有一个固定的这样一个self 好,那么这个是在我们定义实力方法的时候 需要有这样一个self 但是当我们调用这样的一个实力方法的时候 确实不需要传入这样一个self的 self是Python为我们默认传入的 我们自己是不需要为这个self参数来付出的 好,那么这个是我们归纳这个self的两个特点 一个是实力方法的时候定义的时候 self必须出现 其次是我们调用实力方法的时候 我们是不需要对这个self传参的 其实这里我要说的是 self这样的一个概念 在其他的编程语言里面也有 只不过我们Python做点比较独特 其他语言里面是不需要显示的指定 这样的一个参数的 但是在我们Python里面 确实强制要求必须显示的指定 好,那么为什么我说其他语言里面 也有self这样一个机制呢 如果大家有其他编程语言的基础的话 就会发现很多其他的语言里面 他们是使用这样的一个this 来代替了Python里面self这样的一个作用 只不过我们Python 第一要求你要显示的 在这里定义 第二它不叫this 它叫self 好,那么我们有些同学想问 这个self都可以不叫self 可以,你可以把它改成任意 你喜欢的名字 我们那可以把它改成 我们比较熟悉的这种this 那这样可以吗 这样的一种形式 可以给我们对上下面的实力变量来付出吗 可以,没有问题 让我们来验证一下 我们create student1 它的这样一个字点dict 我们看一下 这个dict下面能不能出现name和age 因为我们说了 student1下面的dict能显示的 是所有的实力变量上面的 好 我们Python c4.py看一下 哪里答错了 好,那我们再做一下 好,我们可以看到通过this呢 一样可以指定这样的一个对象的实力变量 但是Python还建议我们要使用这样的一个self 好,所以说不要把这个self想的太过于特别了 它其实就是其他很多语言里面 也不能说是 它和其他语言里面很多经常使用的这样的一个this 是几乎是一样的 只不过Python要求我们在这里需要显示的 在参数列表里面把它给定义出来 而其他的很多语言是不需要的 具体的原因我没有去查阅 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显示的self给定义在方法的列表里面 我猜的话可能Python希望是遵循着这样的一种原则 就是写剩余你明确的指出来这个self 比你隐式的突然蹦出来一个this要好很多 只不过我们之前可能学习其他的语言的时候 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种this是凭空出现的 直接就可以用的 可能不太习惯Python这样那种强 最要求我们在这个方法里的第一个阐述里面 定义上这样的一个self 其实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 每一个方法的第一个都需要是这样的一个self 显得有一些呆板 好那么有其他编程语言基础的同学 可能是明白这个self的作用的 但是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些 没有接触过编程的同学 那么这个self的意义是什么 这里我们就已经可以回答一下了 self就是当前调用某一个方法的对象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使用这样的一个student1 调用它的do home work方法 那么这个时候do home work方法的这个self指的就是student1 好那么假如说 我实力化的不是这个student1 我又再一次的实力化了一个新的student2 那么我们再调用这样的一个student2 student2的do home work方法的时候 这个self它又指代的是student2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self它是和对象有关 它和我们的这个name是没有关系的 谁调用了他的这个方法 那么self就指代的是谁 换一句话来说 self代表的是实力而不是类 好那么当我们理解了self的这样的一个定义了之后 我们再看这个self.name就非常的清楚了 因为self本身代表的就是一个实力一个对象 所以说对象点一个name 然后再把另外的字付给它 就是对这样的一个对象的实力变量再付出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 self可以不写吗 不可以 self必须要写在这里 当然你可以不叫self 好那么我们之前还给大家提到过了 这样的一个实力方法的概念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样的一个实力变量的概念的话 那么理解这个实力方法就并没有什么难处 实力变量我们强调了 它是和对象 也就是和我们类所生成的实力相关联的一个变量 那么同样的实力方法 它也是和我们对象和实力相关联的 也就是说是我们的实力可以调用的方法 我们叫做实力方法 实力方法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它的第一个参数是需要传入一个self 好所以说大家要抓住我说的重点 实力方法 它是和我们的对象实力相关联的 也是我们实力可以调用的方法 好由于self它可以不叫self 它可以叫别的名字 所以说把self称作是一个关键字并不合适 这一点是大家要注意的 好那么各位同学 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